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十五集 看完了信 范贤沉默了许久 然后微笑轻声问道 母亲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还记得吗 五竹有些迟钝地开口说道 好像记得一点 母亲说你当时去和神庙的人打架去了 是不是那次战斗让你丧失了一部分记忆啊 范贤的手缓缓在箱子的边缘滑动着 应该是 如果你没有丧失那部分记忆 这个箱子应该是你打开 打开后你会告诉我这一切吗 应该不会 嗯 范贤点点头 我猜也是这样 或许你会找个没人知道的小山村 然后陪着我慢慢长大 他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或许那样的日子也不错 他接着叹了口气 无奈地摇摇头 笑着说道 可惜了 什么事情都是不能从头来过的 为什么你不好奇我能打开这个箱子呢 范贤逗弄着五珠 想看他知道自己也是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后 所表露出来的震惊的表情 我为什么要好奇 五珠依然很冷静 只是忽然觉得少爷与小姐一样 都是很啰嗦无聊的一种人 范贤觉得自己很白痴 转而问道 他的死与什么要有关系吗 不知道 范贤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去看箱子 箱子的最后一层上面贴了张纸条 他比划了一下里面的高度差 这一层应该很薄 将纸条接下来看 一看之下却愣住了 只见纸条上面写着 喂 如果是五珠的话 看见那封信之后 就应该马上去毁这箱子 你居然还想着继续看 老师交代 你是谁 你是怎么打开这个箱子的 老马果然是个有水晶心肝的人 范贤一时失神 正正回答道 我是你的儿子 自然 他是听不见这个回答的 纸条很短 上面没有写太多字 最后只是一句警告 估计不是我的闺女 就是我的儿子 下面的东西 等你搞出人命的时候 再来看 切记 看着那个很夸张的感叹号 看着感叹号下面那个空心圆圈 母亲一命 慎重警告 范贤不敢不遵 很老实的将纸条贴了回去 我出去走走 范贤对五珠说了这么一句话 便离开了屋子 低着头 走入到绵绵的初秋夜雨之中 箱子与五珠在一起 在安全不过 他不怎么担心 待范贤有些颓废的身影 消失在雨水之中 五珠才缓缓地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有些木纳地坐到了桌子旁边 他的手指在箱子里和桌子上的枪上扶过 然后落到那封信上 他的手指轻轻在信封上来回滑着 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微微细杀声 在指头与信指间响起 沙沙声在雨水与亭草之间响起 屋内一片漆黑 五珠一个人坐在一个箱子旁 脸上那块黑布都柔软了起来 脸上浮现出一丝很温柔的神情 范贤一个人走在雨夜的大街上 任由雨水冲洗着自己的脸 淋湿着自己的身体 他的脸上时而浮现出一丝微笑 转瞬间又化作淡淡悲哀 片刻之后又是一片平静 不知道有多少种情绪 此时在他心里发酵 交织 冲撞 叶青梅 这个光彩夺目的名字 似乎直到今天 才真切地进入他的生命 进入他的脑海 他此时已经明白了许多事情 自己的母亲是从哪里来的 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些什么 丹州的奶奶说过 陛下的父亲即位之前 最有可能接庆国皇位的 应该是那两位亲王 而那两位亲王 却死在了有些荒唐的谋杀案件之中 看了那封信之后 发现自然清楚 那两名随时防备着刺杀的亲王 是死在老妈那兵 狙击枪下 也就等于说 如今的亲国皇室 完全是依赖于母亲 才能拥有这个天下 母亲建了青鱼堂 立了监察院 为这个国家的强大 提供了最根本的一切 甚至可以说 没有叶青梅这个人 也就没有如今的亲国 范贤有些无知无觉地走在街上 雨水浸进他的衣裳之中 冰湿一块 但他心中依然是一片火热 此时他再看着庆国京都的街道 街道上行走着的四轮马车 街盘富豪家中的玻璃窗户 还有以往见到的万花筒 那些滑溜溜的肥皂啊 这些所有的事物 在这一瞬间与他联系了起来 似乎这些事物中 都烙印着母亲的气息 这街上 这屋中 这天下 到处都有那个女子的味道 那封信的最后 是这样说着 老娘很孤单 在今天之前 范贤也很孤单 但从今天起 他不再孤单 他在下雨的街上 长声大笑 笑声传得极远 吵醒了一些 已经趁着雨夜 早早入睡的行人 有人骂着他 他依然微笑 叶青梅 绝对不是 信中表现出来的 那个小女生模样 这一点 范贤很艰辛 自己的老娘 拥有一颗 无比坚强的心 这样 才能在这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借着陌生的阳光 拥有如此灿烂的一生 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庆国 你们对不起 那个叫叶青梅的女子 雨水有力地击打在范贤的脸上 她像个怪物一般 与漆黑的夜色 渐渐融为一体 或许 这只箱子 对于自己的人生 没有根本性的帮助 但是 一种并不孤单的感觉 让她行走在这个世界 这个雨夜中会变得越来越自如一些 范贤独自在风雨中行走 她笑了起来 既然要抡圆了活 就得活得潇洒一些 就像当初对妹妹说的那样 当俺那回首往事的时候 别老觉着自己的脸上写着憋屈二字 秋风秋雨 愁傻人 愁傻人呢 夜入皇宫的事情 自然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一直没有正式登上舞台的京都守备 夜宠大人 在领了皇命之后 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情 他的官职 虽为京都守备 但近些年 一直领旨 在西面的定州 摇护京都 赶回京都的时候 事情已经过了三天 宫里的明眼人自然清楚 陛下 为什么会选择他 一是因为夜家 弑守皇恩 忠心不二 被陛下信任的程度 仅在陈平平之下 而陈平平大人 自然不可能拖着残缺的身体 来调查这件 在他看来 很芝麻大的事情 二是呢 因为皇宫禁卫体系里 最顶尖的三个人物 似乎都处于被怀疑的目光之中 夜宠也知道 这件事情很复杂 大内侍卫统领 雁小乙 是许多年前 被长公主发掘 一身武艺 象称宫中第一 副统领 宫典 却是自己的师弟 而那位向来不显山 不显水的红公公 免了 就连夜宠 也不想去招惹 而且夜宠 也根本不会去怀疑这三个人 他只是好奇 潜入皇宫的第二人 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 为什么会在广信宫外 杀死长公主的贴身宫女 调查是在暗中进行的 监察院 由于北齐密蝶头目泄露一事 惹得皇帝陛下震怒 配合起来 也有些奄奄无力 所以根本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直到某一天 夜宠在小心谨慎地 查过几个宫殿之后 来到了寒光殿 然后嗅到了一丝极淡的异香 立即想到了当年北伐之时 跟随在陛下中军杖中的那个老毒物 再联想起 侍卫所说 当夜刺客来返之时 那位北齐大家庄穆涵 也在广信宫中 申明宫廷斗争残酷的夜虫 将事情像偏了 偏到异常 所以他马上入宫 向皇帝陛下请罪 请辞 浮于地面 满脸惭愧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查不出来 还是不敢查了 陛下的脸上始终是那种似乎洞悉一切的微笑 真正的近臣们 偶尔会怀疑 这是不是一种御下的手段 但夜虫清楚 自己效忠的陛下拥有怎样的智慧 所以他很老实地回答道 臣查不出来 臣也不敢查 皇家知识 外臣实在不方便着手 夜清家 难道不怕 朕是你事主不忠 公私不分 没有西命之意 夜虫惶恐不敢起 应道 臣不敢猜存陛下心意 只是愚钝不知从何查起 这事不用查了 朕自有分寸 陛下的笑容里有些阴冷 夜虫跪着 却没有看清楚 且说另一边 真正的嫌疑人范贤 这些天还躲在府里 主要是他失明大振之后 在太常寺去点某喝茶 或者是去红炉寺 狼眼旁观 都成了很奢侈的想象 谈判已毙 北齐使团已经离开了京都 东夷成 却还耽搁了一段时间 等到风声真正淡了之后 东夷成使团在留下许多银子之后 也有些颇不是滋味的 离开了京都 他们并不知道 庆国在夜叹皇宫事情发生之后 没有把他们全部囚禁起来 已经是皇帝陛下大发宽宏之心的结果 如今的反贤 真可谓是明懂精华 再没有人 只将目光投注到他背后的势力 而是集中在他本人身上 毕竟这个世界上 能够将一代大家装沐寒 当场接到吐血的 只有他这独一份 更何况他还如此年轻啊 似乎是商量好的一般 太子与二皇子同时加大了 对他的拉拢力度 李鸿成时常带着柔家来府里喝茶 心少青的也借口多日不见 前来探望 但范贤此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暂时将两边都推了 在夜宴计划之中 他只完成了两个部分 一是成功的找到钥匙 二是近乎成功的陷害到了 东夷城云之兰 使得朝廷加大坚实的力度 让这位九品高手 焦头烂额之下 直到离开京都 都根本没法再升起 找自己决斗的念头 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发现长公主与北齐勾结这个料 他却一直在等着合适的机会 撒进锅里 等东夷城使团离开京都两天之后 范贤知道实际到了 长公主与北齐年轻皇帝之间的隐秘协议 范贤没有方法利用起来打人 因为这种事情又无书证 又无人证 范贤也不敢去面见圣上 虽然以他如今在京中的名气 想要面圣并不是件难事 但是他的心里对于那个皇帝 有一种很复杂的推断 而且他不能保证 皇帝为了维护皇室颜面 会不会在知道长公主的丑闻之后 将自己杀死灭口 如果是一般的庆国子民 碰见这种情况后 就只有将这个秘密 永远地藏在自己心里 一生都不敢和别人说 别到吐血而亡 但范贤不会 他是有两世记忆 两世知识的人 他知道舆论宣传的重要性 杀伤力 也知道自己对付一个疯子般的长公主 应该用更疯狂的手段 夜宴之后 垄断了京都纸张的西山纸房 和内库的相关产业 仍然在不时触动 但不输局的生意 只是长公主那边 没有办法指使监察院八处 所以只是些小敲小打 而范贤很明白 这只是风雨前夕的宁静 而他决定 在风雨到来之前 抢先出手 当天夜里 五竹站在角落里 听他说话 自从打开箱子之后 五竹来范府的次数 明显多了起来 似乎是更加担心范贤的安慰 范贤一边思考着 一边说道 如果想不留下痕迹 那就什么都用抢的 五竹测了测身子 表示理解他的意思 范贤继续说道 这些天 打压淡泊书局生意的 是内裤的西山脂肪和万松糖 所以我们就要抢内裤的纸 再用万松糖的墨 只是 说 你写的字 这个世界上有人看过吗 五竹冷冷地说道 放心 范贤知道 自己这个看似无用的 荒唐的计划 一定能做效 小咪咪地说道 传单这东西呀 不用太大 他用双手比换了一下大小 关键是 分数要多 到处都要去贴 去洒 尤其是像太学 还有改回文员阁的教学院那里 得多贴几份 学生们年轻热血 最容易被人挑动 而文员阁里的那些学士们 也喜欢玩个风骨 估计看见传单之后 会气得直扒胡子 五竹冷冷说道 内容 嗯 范贤挑了挑眉毛 叹息道 哎 自己真像是地下党员呀 他开始细细复述传单 应该怎样才有煽动性 一定要讲些四真四假的细节 比如 长公主是怎样与庄默寒对话的 严冰云在北齐潜伏是怎样的寒心如苦 又是怎样被宫中贵人无情的抛弃 长公主伤害朝廷的利益 谋求自己的利益 获取了怎样的好处 在宫里养了多少假太监 外面有多少老情人 五竹冷静地分析道 没有人会相信 长公主会牺牲如此大的利益 只是谋求一些金钱上的好处 范贤又调了调眉毛 说道 世上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并不多 只要百姓们相信就好了 至于皇帝那里 我们算是给他提个醒 五竹冷冷道 皇帝不需要你提醒他 范贤唯唯一笑 如果住在宫中的长公主与北齐联络 而手下拥有无数密碟的皇帝 根本毫不知情 这绝对说不过去 叹口气 所以不明白 他为什么还让长公主住在宫中 而不是去封地 长公主是太后最疼爱的小女儿 是她的妹妹 而且她不需要害怕什么 那你预估皇帝在这件事后 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啊 范贤很信任 五竹的分析能力 马上出动监察院 消除你一手造成的影响 大家赏赐长公主 以证明皇室的团结 等事情安静后 找个合适的机会 让长公主回到自己的封地信仰 五竹冷漠说道 赏赐长公主的时候 应该会顺便赏赐陈郡主 同时升你的官 反贤苦笑 知道他是在阐述可能的事实 但听着总有些像是这个冷笑话 为什么皇帝想不到用我这种简单手法 逼长公主出宫呢 如果按照你说的 他早就知道长公主与北极勾结的事情 第一 你这个方法很变态 第二 他不需要逼自己的妹妹出宫 他喜欢等那些 潜在水面下的人扶起来 然后一网打尽 他做这种事情很习惯 范贤听得出来 五竹对于那位皇帝的能力十分相信 眉头皱得愈发紧了 虽然帝王家 统统是无情的混蛋 但两相比较 那个见过两次面的皇帝 明显要比长公主对自己更温柔些 所以范贤下意识里 开始操心起那桩有可能几年之后 才会发生的谋反 那我们搞这一出 等于是缓解了宫中的局势呀 长公主在宫里应该还有伙伴才对 我去查 五竹很冷漠地说着 范贤想了一想 还是决定了照计划进行 苦笑着说道 我必须想办法 让长公主远离宫廷一段时间 不然皇帝陛下还没有来得及 将对方一网打尽 我自己就要先成为对方手下的亡魂 皇帝陛下有胆量等 有实力等对方先发动 我们可没有 一个敢于 与这个外国勾结的势力 如果陷入某种狂热的情绪之中 来对付范贤 范贤只有跟在五竹屁股后面逃跑的份 虽然周游世界是范贤所愿 但目前这种代价是他不愿意付出的 我去了 嗯 您去吧 范贤一挥又闭 觉得自己确实很有年轻学生领袖的气派 他前时看过许多抗日战争的影片 觉得此时黑夜之中的沁国 像极了被日军占领下的北平 自己呢 于五竹 就是那些勇于反抗侵略者的学生们 正小心翼翼的 在夜色中散发着传单 号召这个沁国的子民们 起来反抗那些无耻的统治者 他微笑着躺回床上 床下的箱子就这么搁着 他一点也不担心 五竹这方面的记忆都丧失后 这个世界上会开箱的 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熟睡之后 他做了一个香甜无比的梦 初秋的京都下了一场大雪 长公主怯生生的上了马车 哀怨无比的回头 看了一眼皇城 然后离开了自己生活的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